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叫扰扰之人 一天到晚奔波忙碌干嘛 谋吃谋喝 谋享受 谋快乐不是 俗人 对不对 当然也不是坏人 就是世界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当中 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的一个小生命 你这么说 他就高兴了 他要说是坎外人 你就说是坎内人 你承认自己是铁门坎里面的 这样你就合他的心了 宝玉听了 顿觉醍醐灌顶 这是一句佛教用语 意思是立刻大彻大悟 后来贾宝玉果然就听取行锈烟的建议 写了一个自称是坎内人的回帖 也没有直接给妙玉 到了龙翠庵 从庵门的门缝塞了进去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节 也是一个侧面介绍 通过前面仆人向王夫人汇报的内容 以及现在我给你详细重复的书里面写到的 行锈烟对妙玉的介绍 妙玉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就立起来了 我们了解了她的基本身世 她的生命到十八岁为止的轨迹 她的交往 她喜欢的诗 喜欢的文 她怎么看自己 怎么看别人 这些就基本清楚了 妙玉的前后两次暗出 已经让读者领略到了她的孤傲和清高 一般来说 《红楼梦》中的主要角色 曹雪芹都要单独为她立传 被作者珍视的妙玉当然也不例外 《红楼梦》第41回 《龙翠庵》 茶品梅花学 就是妙玉的正传 在这一回里 刘姥姥二进大观园 贾母带着刘姥姥在大观园里四处参观游玩 当走到龙翠庵时就歇了脚 喝口茶 这样就引出了妙玉敬茶的故事 妙玉在经过了他人的交代之后 也正面走出来和读者见面 那么第41回 《龙翠庵》 茶品梅花学 曹雪芹郑重其事地为妙玉写照例传 在这一回里面 写妙玉出场 到这场戏结束 贾母他们离开龙翠庵 一共才多少字呢 我查阅了各种古本 以及现在的通行本 上下出入字数不到五个 大体上是1350个字 很少的字数 妙玉在这一场里面 只说了12句话 或者严格来说 某一次开口断句 分成几句是12次开口 曹雪芹在1350个字里面 就让这个角色开了12次口 就够了 这个人就站出来了 性格就凸现了 所以我确实佩服曹雪芹 佩服红楼梦 甚至他还不光是 写这个人的性格 他把很多信息 都传达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把他的12次开口 像品茶一样 细细地品味一番 书里写道 贾母到了龙翠庵 带着刘姥姥 还有一波小姐什么的去了 妙玉就给贾母献茶 用了一个什么样的茶具呢 是一个海棠花式的 雕漆 田巾 云龙献瘦的小茶盘 里面放了一个 成瑶五彩 小盖钟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 现在我不细说 然后他一下笔 我就非常惊叹 他怎么写的呀 先写贾母说了一句话 贾母这句话很古怪 说我不吃鹿安茶 曹雪芹多省事啊 他要传达一个什么信息 显然贾母跟妙玉的家庭 跟他的上一辈 还不仅是父母一辈 可能跟他爷爷奶奶一辈 曾经非常的熟悉 他知道 妙玉家的代课习惯 在妙玉长辈在世的时候 妙玉那家人代课 总是要端出鹿安茶来 这已成代课的惯例 贾母他是贾府的老祖宗 妙玉是晚辈 他用不着客气 所以曹雪芹不多废话 就直接写贾母说 我不吃鹿安茶 然后妙玉这个角色 在第一次出场中 也就第一回开口了 妙玉这句话也很简洁 更妙 很厉害 他说 知道 这是老君梅 厉害不厉害 贾家和妙玉背后的 那个家庭之间的关系 就点出来了 那家人过去 跟贾家交往 老往外端 鹿安茶 不和贾府人的口味 特别不和贾母的口味 而这一年妙玉 她已经十八岁了 她父母虽然双亡 家庭记忆还是有的 她老早就有防备 是不是 所以她立刻回答了两个字 知道 然后告诉贾母 这是老君梅 妙玉也是软顶 她不能对贾母话多 说你不吃鹿安茶 但 这不是鹿安茶 不用换 这是老君梅 老君梅你得喝吧 老君梅这名称 含有祝寿的意思 你不能拒绝好意吧 贾母接过了茶 但贾母也很厉害 她就问 是什么水啊 懂得喝茶 才有这种话 不懂得喝茶 她会这么问吗 作者把贾母写的 也很有性格 很会享受生活 享受到精致入微的地步 这种人真的是品茶 不能叫喝茶 叫品茶 会品的 不仅要挑剔茶叶 光说茶叶是老君梅 没有用 还要讲究烹茶的用水 所以必须问 是什么水 如果水不合格 那么茶叶合格了 也还是不能喝 妙玉就告诉她 是旧年捐的雨水 过去烹茶时 兴把今年雨季那个雨水 拿毯子罐子接了 接了以后 让它澄清 清了以后 把水逼出来 搁在专门的一种瓷器里面 或者淘气里面 埋在树根底下 过了一年以后 再把它刨出来 然后用那个水烹茶 那才算是合格的水 县级的井水是不行的 可能现在有人听着觉得 哎呦 那个能喝吗 咱们现在有自来水 矿泉水 太空水 陈旧的雨水 怎么能喝呀 但是一个时代 一种讲究 当时就认为 旧年捐的雨水 是很高级的烹茶用水 贾母一听 这茶也对路 水也合格 当然也就算了 就品那杯茶 喝去半钟 通过贾母和妙玉 短短的两次对话 我觉得 妙玉这个人物 固然是一个艺术形象 但她是有生活原型的 否则作者不可能 写出这样的文字来 我们不要忘记 贾母的原型 是康熙朝 苏州之早 李旭的妹妹 现在书里交代妙玉 是苏州人士 她的原型 应该就是苏州的 一个官宦人家的女儿 她父亲的官职 可能与茶叶的生产贸易 税收有关 所以 她家对各种茶叶 以及烹茶用水 还有茶具 都非常懂行 非常讲究 管宫廷之品 并且还经常监管 严正的官员李旭 与同一地方 管理茶政的官员之间 关系当然可以是 非常密切的 两家的家属也会认识 礼尚往来 因此 前面写仆人 跟王夫人介绍 妙玉的情况 她不等听完就表了态 以及这里写贾母 进了禅堂坐下 没等接待者开口 就宣称 不吃鹿安茶 就都不奇怪了 贾母的原型 后来常驻南京 之后 王夫人成为她儿媳妇 一起驻 但他们跟苏州的亲友 保持着密切联系 与妙玉家是有来往的 用不着别人详细介绍 他们知其根底 我认为 曹雪芹这样写 就是因为在真实的生活里 有那么一个苏州的官宦人家 有那么一个 比她大几岁的女性 我还特别注意到 陆安茶和老君梅 都是好茶 但陆安茶出产地在 安徽陆安 特点是很本色 略有苦味 一个非豪门出身的 靠科举当上官的人 他和他的家人喜好 喝陆安茶 来了客人 也往往敬陆安茶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很自然的现象 但是生活中的李家曹家 到了书里 化为了史家贾家 他们是公侯的后代 世代赞英 没有什么寒窗苦毒的感受 饭不上喝 略带苦味的陆安茶 来抚慰自己的心灵 他们爱喝的是几种 每年特别 要向皇帝进贡的香茶 那么老君梅 产在洞庭湖的君山 形如银针 味甘气醇 当然就很符合他们的心理 和蛇猴的需求了 庙玉深知这些 侯门贵族的讲究 不限陆安茶 而捧出老君梅 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觉得这样的细节 是很难凭空虚构的 应该是从生活的 原生态里提炼出来的 难为曹雪芹 把这么丰富的内涵 用如此简洁的方式 表达了出来 好 咱们接着往下看 曹雪芹怎么写庙玉 庙玉跟贾母说完这么两句话之后 就懒得再去理贾母他们了 她是一个很高傲的人 对贾母不得不敷衍 但也懒得浪费更多的时间 她拉一拉宝钗和黛玉的一斤 就把他们带到东禅房旁边的耳房 担请他们去喝提挤茶 贾宝玉照例要跟进去 贾宝玉这个人 就是凡是女性的美好活动 她一律要去扎堆 总少不了她 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青春女性崇拜者 贾宝玉跟进去以后 《红楼梦》里面各古本写法不一样 有的说是黛玉和宝钗两个人跟她说 你又敢来蹭茶吃 这里并没你的 有的说是三个人说的 如果算三个人说话 妙玉就又开了一次口 我把它算进去 算是妙玉第三次开口 这里并没你的 这句话可能就是妙玉说的 因为她是要单请林黛玉和薛宝钗品这个茶 然后正在这个时候 那边贾母就喝得差不多了 而且大家都知道 贾母喝了半钟茶之后 就把剩下的半钟给刘姥姥喝了 当时妙玉也看见了 这个时候妙玉的仆人把这个成瑶碑收回来了 妙玉就第四次开口 她命令那个仆人 把成瑶的茶碑就别收了 搁到外面去吧 这就是写这个人洁癖 太过分的好清洁 而且用今天的观点看 她歧视劳动人民 得被扣上这个帽子 估计她心里说 如果光是贾母喝了 算了 洗干净点 洗仔细点 还能留着 结果让刘姥姥喝了 刘姥姥可能农村生活条件也差 一口黄牙 她看了就别扭 被刘姥姥喝了以后 洗了她都不要了 怎么都不要了 这就是妙玉 我说曹雪芹真爱妙玉这个人物 但并不等于说 她不写这个人物的缺点 实际上曹雪芹笔下的每一拆 都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 还有说不清是优点还是缺点的性格特征 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生命存在 携带着自己全部复杂的人性 走过自己的人生历程 然后作者就写道 妙玉招待林黛玉和薛宝钗 拿出非常珍贵的茶具 这个描写非常夸张 有些描写跟书里面描写秦可卿的卧房 真是差不多 太夸张了 她拿出一样东西 这三个字很难写 读音也很怪 读作 斑跑甲 这个东西不是瓷器 大体来说就是在葫芦生长的时候 用一个模具 把葫芦套上 等葫芦长大 把那个模具空间充满之后 将模具拆开 葫芦就长成了模具里面 要求长成的怪样子 搬跑甲 搬 搬极的搬 刨 睡刨的刨 甲 甲以丙丁的甲 此外 这个东西还要经过另外一些精细的加工 书里面说这个怪东西旁边还有耳 背上还刻着字 写的是 晋王凯真丸 并且更夸张了 后面还有一行小字 内容是 宋元峰五年四月 眉山苏氏 建于密府 大家知道 王凯是晋朝的大富豪 收藏各种名贵东西的人 这个东西还被王凯收藏过 而且还有人作证 有一个宋朝人作证 元峰五年 元峰五年是宋朝的一个年号 宋元峰五年四月 眉山苏氏 不是别的苏氏 就是出生于眉山的苏氏 就是苏东坡 还建于密府 这个很夸张 实际上这个描写 是从生活的原型 升华为艺术的创造 它夸张得非常过度 因为你要是去问文物专家 他们会告诉你 这种用葫芦做成的炊具 用模具强迫葫芦长成怪样子 这种做法 是在康熙年间才有的 是清朝康熙朝以后 才流行的 根本很难找到证据 证明晋朝 或者宋朝有这种东西 但他就愣这么写 这就是他艺术上的发挥了 这个怪器皿 妙玉就用来给薛宝钗 针了茶 请薛宝钗品 另外一个吹句也是奇珍 也是三个字的名字 最后一个字 上面一个桥 下面一个器皿的皿 读作点西桥 有的版本第一个字 不是斑点的点 而是陶姓的姓 这个东西的名字 在版本学上有争议 我现在不细说 总归也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 是用犀牛角做的 他用来给林黛玉品茶 那么这个时候 贾宝玉就看他拿什么 给自己品茶 这个也是所有红楼梦研究者 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发现 曹雪芹怎么写的呢 妙玉就把前番自己 常日吃茶的那只绿玉斗 拿来给宝玉品茶 什么叫绿玉斗 就是用绿色的玉制作的 形状像过去两米的斗 当然缩小了很多倍 可以拿在手中使用 妙玉就拿这个给他品茶 因为这个是前番 妙玉自己常日吃茶用过的 所以引起很多读者的浮想联篇 我将在下面 再去跟你一起仔细探讨这个问题 这时妙玉就要第五次开口了 因为贾宝玉首先抗议了 贾宝玉说 常言是法平等 他们就用这样的古丸奇珍 我就用这个俗气了 妙玉就回答他说 这是俗气 不是我说狂话 只怕你家里未必找得出 这么一个俗气来呢 这就是妙玉的性格 不是我说狂话 他其实就是说狂话 他这个人一句比一句狂 曹雪芹写到这儿 他说的话总共一百字都没到 这人物就活了 就是这么一个人 就这么个性格 然后他看大家喝得高兴 就又寻出一个东西 这个太夸张了 很难复原这个东西 叫做九区十八环 一百二十节 盘求整雕竹根的 一个大海 书里的写法是 上面一个台风的台 下面一个气敏的敏 这个你想想 我不掰开细说 一个香飞竹竹根整雕的 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拿着这个东西 笑着对贾宝玉说 就剩下这一个 你可吃得了这一孩 贾宝玉有点傻貌 说我吃得了 妙玉就笑道 这是妙玉第七次说话 说你虽吃得了 也没这些茶糟谈 你岂不闻一杯为品 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 三杯便是印牛印驴了 这个话好厉害呀 我每次看到这以后 都特别惭愧 因为我喝茶 老是大茶缸子 一缸子一缸子喝 按妙玉的标准 咱们都别喝了 只能喝一杯 小口喝一点 一杯为品 二杯就是解渴的蠢物 三杯的话不重复了 很难听 但是妙玉就说出来了 而且说你吃这一海 更成了什么 因为这一海啊 比三杯还多 这就是妙玉 然后第八次 他开口说话 说你这遭吃茶 是托他们两个的福 赌你来了 我是不给你吃的 这个话本来你不说 大家也明白 你是一个出家人 他是一个男性 你戴发修行 是一个尼姑 当然不能随便 招待一位公子品茶 但他就要说出口 就这么一个人 然后第九句 宝玉就说 那我谢他们便是了 妙玉回复说 这话明白 他说出的这些个话 都很有刚性的 都是钢铁公司的那种东西 然后最突出表现 妙玉的孤僻和尖刻的 就是底下 他第十次说话 第十次开口 是说林黛玉 林妹妹在书里面 真是超凡入胜的 一个人物 你记不记得 有一次林黛玉 离开萧香馆的时候 怎么嘱咐子娟的 那段话我背不下来 但是你能回想出 大意是什么吗 那段话是说 怎么把屋子收拾了 把窗户打开 让大燕子回来 又怎么放帘子 怎么样烧香炉等等 那个林黛玉的生活 你想 诗话的生活 雅致的不能再雅致 你批评林黛玉 可以用无数的词语 但是你不可以用一个字眼 来批评林黛玉 若说林黛玉俗 你忍心吗 你可以吗 但是在底下的描写里 林黛玉跟贾宝玉一样 居然也傻貌了 他就问了一句 这也是旧年的雨水 因为前年大家都跟贾母在一起 在东禅堂 贾母问了这是什么水 妙玉说 这是旧年捐的雨水 捐就是储存的意思 林黛玉就以为自己喝的茶 也是去年捐的雨水 那算是烹茶使用的很高级的水了 结果妙玉冷笑道 你这么个人 竟是个大俗人 连水也尝不出来 这是五年前 我在玄墓盘乡寺住着 收到梅花上的雪 供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 总舍不得吃 埋在地下 今年夏天才开了 我只吃过一回 这是第二回了 你尝不出来 旧年捐的雨水 哪有我这样的清纯 如何吃的 这个妙玉 亏曹雪芹写得出来 怎么这么说话呀 他敢教训林黛玉 薛宝钗后来也教训过林黛玉 但是你看 赔多少小心 话绕来绕去 最后怎么样 只是指点一下林黛玉 妙玉他不这样 而且这段话 就透露出很多的信息 说明他给贾母喝旧年的雨水 本身也并不意味着看中贾母 知道吧 我还有好水 轮不到给您喝 你张口就说 我不吃鹿安茶 你那臭德行 谁不知道 知道 这是老君梅 这 就是妙玉 然后他第十一次说话 宝玉后来就建议 成瑶小盖中 你既然不要了 干脆送给刘姥姥得了 妙玉听了 想了一想 他才开口说 他就这一次开口 有点时间差 不向前面张口就来 别人问完以后 一句就跟上了 这次想一想才说 这也罢了 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 如果我吃过的 我就砸碎了 也不能给它 只是我可不亲自给它 你要给它我也不管 我只交给你 你快拿去吧 就这么把杯子打发了 这是他第十一次说话 他第十二次开口 是客人要走了 这时贾宝玉就说了 是不是叫几个小妖 到河里打几桶水 洗洗地 其实贾宝玉是一个调侃 开一个玩笑 结果妙玉就接着个茬 你以为你开玩笑 我还当真了 这更好了 妙玉说 只是你嘱咐他们抬了水 只搁在山门外面墙根下 别进门来 这真是把妙玉的性格写绝了 然后底下就接着写 所有人出了龙翠庵 妙玉并不慎留 送出山门回身便将门关闭了 这就是妙玉 这段文字现在我告诉你 各种古本和通行本 上下相差非常少 就是一千三百五十个字左右 而以蒙古王府本为底本 我用六个本子绘教以后 最后得出的它的精确数字是 一千三百四十七个字 其中写到妙玉的性格 写到了她和贾母之间的关系 写到了她对刘姥姥的态度 写到她本身和这个大官员里面 最雅的一个女子 林黛玉之间的冲突 写到她和薛宝钗 贾宝玉的种种微妙关系 才用了这么点字 说到这以后 我想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浮现出来了 就是究竟妙玉和宝玉之间 有没有情爱关系 说白了 她把她那个绿玉斗给宝玉喝 有没有暗中亲嘴的意思 这是一个年轻人直接了当给我提出来的 问我作者究竟有没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我将在下一章里面 分析妙玉的情爱之谜 今天的内容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想要收听更多精彩小说 请您下载喜马拉雅手机APP 关注声音者景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